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2023年1月19日 在此前的晚间 中国的国家媒体新华社发布资讯提到 1月17日19时50分许 临之市墨托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请众报警称 米宁县派证至墨托公路多雄拉隧道口出口 墨托方向发生雪崩 至人员和车辆被困 截止目前 搜救人员已发现遇难者8人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在有序推进灾情发生后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做出安排部署 要求查明情况 潜力抢救防止次生灾害 截止18日17时30分 应急救援指挥部 共投入专业救援人力量246人 以及各类车辆70多辆 大型机械10台和搜救设备994件 套共开挖救援通道350多名 林芝市委市政府正组织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增派专业救援力量 潜力以赴做好搜救工作 组织人员做好失联 遗难人员家属的安抚赛后工作 真的此 有自称此次事件的幸存者在网上发布资讯提到 我当时以为我要死了 我救了五个人 后面我也没力气了 我真的没办法 另外有自称48地角眼的人士 向当地媒体人士拽 会提到当时自己在附近瞎转悠 忽然听见一阵阵轰天的轰隆声音 就看见演出一片白茫茫塌了下去 吓得我急忙离开 针对此事有网友行影梦月影发文提到 西藏一隧道出口 雪崩一致八人一难 保佑其余四年的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这些有关多熊拉隧道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多熊拉隧道是派莫农村公路 穿越多熊拉山的隧道 派莫项目公路前厂64.73公里 分两期建设 一期为明林派站至墨托汉密 一期工程中 4.78千米的多熊拉隧道 是关键工程 最大埋森达824米 2014年10月 汉茫农村公路多熊拉隧道开工 2018年12月31日 汉茫农村公路多熊拉隧道内 道路主体结构完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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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